吳宥杰以及吳宥杰 他们都是A区好样党非常经典的成员 而且呢 等一下他们还会自在主持 跟底下的大家来互动一下 会有我们的中期还有宥杰来为大家主持 那我们现在就会来欢迎好样党 A区好样党在接下来的演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A区好样党 我是吴宥杰 我是游宥杰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来表演 没错 疫情期间疫情已经那么严峻 还有机会能够上台演出这个十分难选 我们很多表演都已经取笑或地演习了 我们非常感动 那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表演形势叫做相声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两段最狗象征 什么叫最狗象征呢 简单来说我们会有两个人 一个揍人 一个捧人 一个捧人 揍人呢 你就把它理解成是银江九 而捧人呢 就是在旁边当枪的 而象征就要在这两个人的一言之中揍到大家 没错 那接下来介绍第一个段数 叫打更迷 打更迷 是一场传统活动 而且你要想把这更迷猜上来 你得有足够快的反应速度 没足够的智慧 而且这更迷也是充满抢私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要表演的这两位青年演员 陈匹瑞 赖汉均 带来这段 打更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说你今天怎么特别有精神呢 开心啊 怎么这么开心呢 这几天呢 我参加了一个比赛 谁是灯泥王 这比赛我可能想 是 500多人参加 哦 只取前三名 冠军 亚军 季军 好 听一下 你参加了一个比赛 对 500多人参加 是 只取前三名 哦 没戏啊 哎 我可是冠军 灯泥王 灯泥王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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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真要发动啊 我朝你这样 你仿佛不信啊 仿佛不信啊 仿佛不信啊 我就是不信吧 哎 你不信 咱来比话比话 怎么比啊 我做个灯泥 你猜 你做灯泥 我猜 行啊 那 你先来啊 你不是不信我吗 你先来 我先来 好啊 仿佛不信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是找错人了 什么灯泥也掉了一点